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看摆替他又是你的喜好啊 喜好 我都多少年没想过了 应该都带过来了吧 你在干吗 那你有关系吗 很晚了 干吗不睡啊 不是说好了 私下里的生活互不干涉吗 我没要干涉你啊 我来找你 是因为推介会的事情 策划案还希望你帮忙调整 干吗去啊 不是要调整吗 我现在就去 妈妈的宝物不只这些哦 她还做了一些 闪闪发料的东西 自己藏起来了 这是妈妈上学时候得的吗 是这个 妈妈说她就是做了这个出来 就拿到了那张纸 等萱萱打败了小怪兽 妈妈会做更多发料的送给萱萱 为了萱萱 她一直都在努力赚钱 又拿了时间去谈戏哦 等推介会结束 就跟她道个歉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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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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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您再考虑一下 做我们合作愉快 谢谢宋伟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来 好 好 请各位到时候欢迎大家一块来 杜晨 我今天应该回不去了 孩子们 宋总 你放心吧 孩子们都很好 这几天私乐除了在电脑前的时间 都在照顾孩子们 孩子们也都很乖 你安心工作就好 他好像真的很珍惜现在这个家 那我现在的做法 对齐斯乐是不是太不公平了 行了 行了 把你手机给我 凭什么 这个 是给孩子们买的定位手表 在你手机上装上软件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定位 记得给迅轩和程杉带一下 手机 再下了 应该一会儿就装好了 那个是 今天推介会不一起去吗 去 那就赶紧把衣服换了 一会儿下楼失血 帽林集团推介会将于十分钟后开始 这么了解我的尺寸 走吧 还挺细心 好 开心了吗 不是你说随时随地都要保持状态吗 现在我是在配合你 谢谢啊 不客气 齐斯勒 你怎么又和浩宇在一起啊 他是来参加推介会的 我们赶时间 话还没说完呢 齐斯勒 你凭什么在这儿 没想到你这么死缠烂打 先是讨好晨晨 又去浩宇家讨好爷爷 浩宇都给你解约了 你还填不支持来推介会 我刚才不是说过 她 我是推介会的策划人 也是宋浩宇的妻子 你说我凭什么 什么 老公 这就是 这就是 我们来在一家里面的 这就是 我们来讲的 对 我们来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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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